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气的箱子就说了 哎呀 领导啊 我给你带来了个新车 你去开开试试吧 这个贪官一动不动 这精神病专家就给了警察说了 哎 走吧 这个人绝对是装的 不能报外就意 俩人刚走到门口 贪官就来了一句 傻逼 我一开车 你们就无限我 无证驾驶把我抓起来 真以为我现在已经逼你了 大家呢我不知道看过没看过 这个自由中国路德采访惠博先生那期节目 哎呦 那期节目采访完以后 我看完以后 一宿基本上没睡觉 哎呦 那些监狱的狱警 比他们人渣都人渣呀 哎呦 那个打人没乐呀 几乎个个都是施虐狂 那个打难不死的惠博先生讲 短短的四年时间 他在监狱里就见到了将近有十个人 非正常死亡 有些呢就被打死的 有些就是过劳死的 累死的就是 有些呢就条件太差 得疾病啊 得传染病死的 有些呢就是被打的绝望啊 自杀 我记得这个 他里边讲的最深刻的一句话啊 有个狱警指着犯人们说啊 如果世间真有十八层地狱的话 你们不是在第十六层 就在第十七层 还讲了一个故事啊 说有个小警察 刚毕业的小警察 哎呦那见到这个犯人都快尿裤子了啊 但是 没有半年时间 哇就变成了大人的魔王 哎呦我呀 这人叫大呀 那点开了比谁都狠呢 看到了吗 人生下来就坏吗 那肯定不是 是吧 是制度把他们逼成了这个样子啊 他们这个预警啊 也有上面的考核指标 你不逼谁一天肯干十五六个小时啊 你不打 那谁不想着偷懒啊 所以呢 不但要打 还要狠打 还要找死打 所以呢 如果我要是去当预警啊 估计啊 比这一帮的人还坏 更邪恶啊 就充分证明了那句话啊 好的制度 把坏人变成好人 坏的制度 把好人变成恶魔 那就是澳大利亚 不就是英国的犯人 形成了一个国家吗 是吧 人家现在不是比美国都好吗 比美国都难移民啊 事实胜于雄变啊 好 我们河北省呢 有个恒水市啊 恒水市呢 有个恒水老白干酒 非常的出名啊 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恒水中学啊 简称恒中 恒中的学生呢 基本上有一大半 最后都能考上什么北大 清华呀 还有复旦南开之类的啊 我说的这些都是这个 凭本事考的啊 不像什么中央领导 公子哥打个电话啊 就把孩子送进去了啊 不是那种啊 据说呢 这个恒水监狱的管教啊 每天拿着电棍电饭去啊 电完犯人以后 这警察一站起来 马上还要说一句 感谢政府 听见了 都恐怖啊 然后这监狱的预警 就指着犯人还在骂呢啊 你他妈在乎老师 我就把你送到恒中去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了啊 就是监狱的管教 指着犯人还要说 你再不老师就把你送到恒中去 这监狱已经是第十七层地狱了 说明什么呀 说明了恒中更可怕 这虽然是个段子 但是也反映出了恒中啊 孩子们为了考上北大清华 每天的学习基本上脚不沾地儿 学校的每个角落里 到处切着各式各样的英文 单词和句子啊 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 还有什么八中八尺 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之类的 都得让孩子们倒背如礼 我兔哥始终就认为啊 学习要因材式教育 要推广素质教育啊 什么 比如学半天像李红鼠那样 尽管拿了好几个博士 张口就是生殖器 闭口就是他妈嫡的这样的人 你说这样的教育 教育出来的学生有什么用呢 还有一些啊 什么博士啊什么之类的啊 板不会做 灯泡不会换 椅子坏了不会休啊 最搞笑的是 前一段时间国内的说 有两个博士结婚了 结了婚以后 天在一个床上睡 他们就认为 只要在一个床上睡觉 就能生出孩子来 这种博士要他何用 是吧 还不如我们这些 爱学期的小蚂蚁 好 兔哥呢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李庄 薄熙来和王立军事件 这个李庄律师啊 是我们河北的石家庄人啊 警察石家 现定居北京 人生的大赢家啊 现代版的 羊奶五鱼 小白菜的猪人公啊 李庄律师啊呢 能成今天这样 堪称奇迹 这样的概率呢 我认为不会超过百万分之一 为什么呢 要不是薄熙来出事 他能不能活 那绝对是个问题啊 正是因为中国的高层斗争 才挽救了今天的李庄律师 假如薄熙来如果当权了 那他的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我现在绝对可以想象他在哪啊 李庄呢 是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民伤法说是 2007年呢 获首届 中国百强律师第二 我也先说几句康达律师事务所 康达律师事务所呢 原来是中国最牛的那个律师事务所啊 现在是不是我不知道啊 他的前身呢 是中国残联康达律师服务部 残联大家都知道吧 那是谁的 都清楚啊 8964 不就因为人家这些红二代才发生的吗 好 93年左右呢 我一个朋友啊 在北京就见过这个残联主席啊 残联主席的秘书 当时呢 这个主席的秘书的笔名叫石坚 也是个残疾人 当时呢 人家就有个二奶是人大的女学生 我的朋友呢 就送过这位二奶回人民大学啊 有些人就说了啊 共产党毛主席时代多好啊 那时就没有贪腐 那时的官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我就觉得你这话太搞笑了哈 我只能告诉你 他们从三几年开始 就已经开始腐败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多去看书什么都知道了哈 我就引用袁腾飞老师那一句话 叫什么 读书人 如果你还说毛泽东是个好人的话 你的书肯定读到狗肚子里了 好 我们继续说康达啊 康达的创建人是谁呢 是原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的儿子 富阳 有人说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彭真的儿子怎么能姓富呢 是吧 这个真的可以信 他真的可以信啊 彭真委员长的儿子呢 都姓富 好像呢是彭真先生啊 在做地下工作的时候的化名姓富 所以后边的孩子呢 也都姓了富 因为呢我曾经和这个彭真先生的儿媳妇啊 在一起工作过 我是人家的手下啊 所以呢我也道听途说了一些东西啊 但是呢我所知道的我们这个女领导啊 彭真的儿媳妇啊 是在他们那个 是在这个彭真先生全家受迫害的时候啊 被下放劳动的时候 娶的这个媳妇 而这个媳妇呢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啊 所以呢她为人特别朴实无华啊 能吃苦耐劳 其中呢我第一次坐飞机 人生的啊 第一次去海南岛 就是陪同这个领导去的啊 继续说康达啊 当时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话 叫不知道真假啊 叫做全国收费看康达 康达收费看李庄 我只是听说啊 不能验证 不过呢从重庆这件事来看 我认为好像还不是空穴来风 2007年左右呢 重庆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 唱文打黑运动啊 其实呢就是黑的 以黑治国以警治国 是吧 说白了就是把有钱人呢 都打成黑社会 把人家的钱抢了啊 从这500名里面 我找出100个最有钱的来 就是最富有的前100名 抓起来 把他们杀掉 把他们的财产拿出来 分给后面那400人 后面那400人 肯定说我好 唱红打黑的主角呢 男一号就是薄熙来 男二号就是瓦翁立军 一般这个一二号都出来了 这个戏啊还不充分啊 还必须得有个女士是吧 这会儿就有一个嫂嫂 出现在两人中间了 这一看就是大制作的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查 这个薄熙来这个人呢 有政治抱负 是不是个大清官我不敢说 至少呢从官方公布的 他的贪腐数据来看 确实是个大清官啊 其实呢到人家这个层次啊 工资基本不动 老婆基本不用 烟酒基本靠送 住房基本靠供 在这些政治枭雄眼里啊 这钱和女人都是像手指一样 该扔就扔随便扔啊 那笔杆子一动就几十亿 上百亿的是吧 你最后定罪说什么 人家贪腐了两千万啊 那第一呢 就是把薄熙来先生给侮辱了啊 那第二呢 就是把这钱也侮辱了 为什么说把钱侮辱了呢 因为这些钱都是为穷人服务的啊 像人家老毛 人家从来都没有度过钱呢 对吧 到人家这个层次了 铺天之下皆是王土啊 四海之内皆是王臣 钱都是用这些 都是这些人给老百姓的 给别人用的啊 钱想跟人家红二代挂 狗那不是自找其主吗 是吧 好关于薄熙来的事呢 在加拿大的姜文一平先生啊 跟随他多年好像还因为他而入了监狱啊 对薄熙来呢可以说最有发言权啊 姜文一平先生有很多关于薄熙来的文章 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找 我在这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就是王立军 王立军呢 重庆市原公安局局长副市长啊 后备中纪委策反成功 哎呀开始反驳 夜奔美国成都领事馆啊 总算保住了命啊 现在在监狱被判15年徒刑啊 我听内部人说呢 说王立军能活着出监狱的概率不到万分之一 因为他知道的事太多了啊 让我们就拭目以待啊 好我们接下来讲这个李庄律师的故事啊 这个李庄律师的故事堪比美国大片啊 惊险刺激啊 因为里边太多悬疑了啊 这07年重庆开始了唱红打黑 有个小企业家叫空刚摩的啊 就被抓了 被最后被定罪呢 说是私自藏匿枪支 涉嫌杀人 涉嫌黑社会的啊 判处此刑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欲加之罪何况无辞啊 杀人虐祸 抢人家钱嘛 09年的龚刚摩的哥哥龚刚华 就到了北京 找到了李庄律师啊 就委托了这个 李庄律师为龚刚摩辩护啊 我身后站着俩警察 他身后也站着俩警察 四个警察 我就问龚刚摩 我说这个人 他打你了吗 这个 他看了看 没有 我说这个呢 他打你没有 他说没有 我说那个呢 你看他身后还站着呢 我说那个呢 他扭头看了看 他不说话了 这个会见过程当中呢 这个李庄律师就找到了 这个警察刑讯逼供的证据 并且呢 用手机都给取了证啊 其实说白了 就是李庄啊 告诉龚刚摩 你只有一条红 要么就是被逼 要么就是说出真相 说出他们怎么刑讯逼供你的啊 不然就是枪毙 我说从现有的笔录上看 你给我枪毙不止一次了 如果你要想活命 你必须把这些口供推翻 你要是最后一个机会 你抓不住 这个法庭会宣布你死刑的 能活命的事谁不干啊 这打不死啊 就有一线希望啊 再加上这个李庄 是个优秀的律师啊 他懂法啊 所以呢 开了几次庭 李庄呢 都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 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 把审判员都给驳得 哑口无言啊 这就把法院的退路给卡死了 所以说薄熙来 王立军恨我呢 必须得把我抓起来 那王立军就想呢 这是第一个黑社会啊 就被你李庄给搅和了 那后边还有这么多呢 那怎么办呢 琢磨开始对付李庄律师了啊 有肉票在 什么事不好办呢 提审公刚膜 告诉公刚膜 你只要指控李庄 教肅你编造 背行军逼供的虚假口供 我就不判你死刑 公刚膜呢 早就被各种手段诱惑怕了 就是不同意 郭维国让公刚膜签字 公刚膜不签字 他跟王志和熊峰说 加大力度 他就走了 12月6号审得他 那是冬天特别冷 熊峰弄一盆凉水 泼上去 泼上去以后 还觉得不过瘾 再找个电风扇过来 哗就这么吹着 就这样 公刚膜 你说他是黑社会也好 说他流氓也罢 还能挺住 还是没举报我 他太太从那边 就传过来电话 说公刚膜 他叫公刚膜 叫他刚膜 说咱们配合吧 公刚膜才没办法 说他们拿我要死的 临死的太太 威胁我 那么让我签什么字 我都签 监局揭发李庄 就这么出来的 在此呢 我也多说几句 这人呢 都是肉长的 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经历各种酷刑不招供的 世间呢 很少 像这个江姐之类的 不是没有 确实是很少 这些人呢 基本上都是有信仰的人 反正我这个人 大家一看就知道 简直就是丑角坏人嘛 一看就是个叛徒的模样 别说打我了 你就拉出来一个美人 美人计 直接就把我搞定了 据这个德国的盖世太保记载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他们的酷刑 这是有理论依据的 我所知道在酷刑面前 从不低头的人呢 大概屈指可数 就这么几个人 一个最有名的呢 我知道叫赵一曼 一个南方的弱小女子 受尽屈辱 各种刑法全部都用上了 身上都没有一处好的地方 最后呢 被执行死刑前呢 日本的很多军官 都被这个只有几十斤的 一位南方的弱小女子 给震撼住了 都拿着这个书本 找这个赵一曼女士签字 用这种方式向她表示了敬意 这些文章呢 都是从日本的大案回忆录里 说出来的 另一个呢 就是江姐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大家都看过 要说的呢 就是江姐的儿子彭云先生 他们现在一直生活在美国 你说搞笑不搞笑 他母亲呢 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 受尽凌辱 坚强不屈 一直都美帝国主义 斗争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现在呢 儿子却幸福地生活在美国 我不知道人在天堂的江朱云 江姐女士 看到此事此景是何感想 还有呢 就是有人知道 就是那个我们民主人士 李旺洋先生 好像也是非常的坚强不屈 当然呢 他是政治犯传出来的故事呢 我们知道的不是很多 在这里呢 我也就不再过多的评论 再说王立军他们 等他们一拿到 公刚模子口供 拿口气 马上就变了 我一听这个电话 口气都变了 另行通知吧 快 变了 挂了 我赶紧通知我的助理 马小军 我说快点收拾东西 当时在重庆的 武州大酒店嘛 一个五星酒店 我说赶紧收拾东西 这个地方不能单了 他们要动手了 我那助理还问 这动什么手啊 我们没干什么事 抓我们干嘛 我说你赶紧收拾东西吧 两个箱子收拾完 一路狂奔 因为当时的重庆的江北机场 不敢去了 你从机场走 肯定把你扣住 抓住 我们上高速 从成都绕到北京回去 我的撤退的路线 后来啊 王立军撤退的路线 和我是一门一样 他也是 他也是学我 驾车上高速公路 从重庆到成都 2009年的12月10日呢 回到北京以后呢 这个马上啊 他们律师事务所 向重庆法院方面 书面通报 终止为公刚摩进行辩护 多厉害啊 看到了吗 前面不都介绍过 傅杨的背景了吗 高层的事啊 都是很多 都是相通的啊 律师事务所呢 就命令这个李庄呢 不许出律师事务所的大楼 出去就有危险 这时候呢 这个李庄啊 就耍小聪明了啊 乱两个致命的错误 他就想出去去取证 他这两个错误是什么呢 他就第一啊 他认为重庆的警方啊 不敢跑到北京这种 天子脚下来胡来 第二呢 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呢 已经向重庆方面 书面承诺啊 解除了与公刚摩的 律师代理合同 基于这两点 错误的判断 他认为啊 问题不大 就去医院 就去医院找公刚摩的太太 去取证 结果呢 2009年的12月12日 啊 在北京的医院 重庆的警方 就把李庄给抓捕了 他老婆在床上躺着 也不能动 我就给他讲了 讲现在的形势很危险 我是不能再代理了 你们家交的律师费 我也要退给你 但是我可以给你 介绍几个北京其他的 我的好朋友 也很优秀的律师 我正说着 因为我进去以后啊 把我的手机 和他的手机 电池都要抠下来 放到卫生间的水盆里头 水盆下边 有一个抽屉放那儿 我们才能进来 在这个病房里说话 因为这个电话呀 王立军他们早 都给我监控起来了 这个电话就是不打 你放到这儿 我们这么说话 王立军都能听到 刚说了没两分钟 咚一下 这门就开了 呼啦啦就进来 十来个人 十几个警察上来 就把我摁到那儿 并且呢 就把他押回了重庆 因为我在李庄 下飞机的瞬间 哎呦 那感觉就像大片一样 李庄亲自说的 走到飞机舱门口 这一推门 我一看吓我一跳 那边三路防暴警察 带着钢盔 穿着皮靴 一身迷彩服 每人胸前 一支微型冲锋枪 三路纵队 十几辆警车 把飞机包围起来 闪着警灯 这是好莱坞大片的镜头 2010年的1月8日 法院于为辩护人 北造证据 妨害作证罪 判处李庄有期徒刑 两年六个月 在关押李庄的期间 王立军他们的右供就又来了 就给李庄谈 谈判 只要你认罪 我就判你缓刑 让你回家过年 这个李庄就将计就计 就给认罪了 这个李庄非常聪明 2010年的2月3日 李庄二次开庭 李庄出人意料地 当庭认罪 并刻意地大声宣读 以藏头诗形式 形成的悔罪书 悔罪书共分为了六段 这个六段的藏头的意思 就是被逼认罪缓刑 藏尾的意思是 出去坚决申诉 意为被逼认罪缓刑 出去坚决申诉 但是2010年的2月9日 终审李庄被改判 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这个李庄就急了 当庭就开始了 就感觉被戏弄了 不是要判缓刑了 不是让我回家过年吗 又中计了 拿起夺过这个麦克风 大声就喊 我李庄无罪 我坚持我自己无罪 我的认罪书是家的 我的毁罪书是藏头师 就喊出来了 说到这里就说一个小插曲 这个李庄律师 是不是被判缓刑 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李庄律师的毁罪书 当时他一拿出来以后 就被重庆的大小刊物 全部刊贼 全部都登上 这时就被一个聪明的小记者 就给解读了 这个记者也是挺有意思 马上解读以后 就发了这个藏头藏尾师的含义 就告诉重庆警方了 等于是 然后薄熙来和王立军 不恶然大怒 一有认为 一小子他妈的 在我们手里 还不老是感觉就被欺骗 最后就被判了十岁 其实他能不能被判 这个缓刑 确实不敢承认 2011年的6月11日 李庄刑满释放 当日就与妻儿一起乘飞机 回到了北京 2011年的12月12日 李庄就到最高人民法院 提起申诉 要求撤销 原有罪判决 改判无罪 至今无果 再说王立军 到现在为止 我还认为 王立军是个喜剧人物 毕竟像他这样的人 跟红二代叫上劲 别管怎么说 保住了性命 就是最大的胜利 王立军从铁岭起家 一直从一个小公安干警 做到了公安局长 后来铁岭的公安局长 谷凤杰 也是王立军自己提拔的 为什么要提这个谷凤杰呢 后面有故事 王立军从东北空降到重庆 当公安局长后 就开始了浩浩荡荡地唱功打黑 其实就是以黑打黑 以警治国 就在重庆玩得正嗨的时候 就报纸上出了 薄熙来这样的一段话 这个薄熙来就说呢 自重庆唱红打黑以来 打掉了很多盘踞在重庆 几十年的黑恶势力团伙 哎呦 这词你一听啊 有政治敏感度的人 一听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啊 他怎么说呢 几十年以来的黑恶势力团伙 那就说这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那你这前几任都干什么了 他们为什么不打 还是他们养的呀 再说了啊 2002年时候的这个重庆的市委书记 是贺国强 后来呢是中纪委书记啊 2005年时候的书记呢 是汪洋啊 所以他的这话呢 无形当中啊 就给这两位老领导 闹得下不来台 非常的难堪 再说了 你把这个人家的文墙啊 人家的马仔 不但给抓了 还给毙了 而且呢 这个文墙的后台啊 我刚才不说了吗 都是中纪委书记 是吧 所以呢 坊间就传出来了啊 天气要变 要开始准备收拾薄熙来了啊 但是能不能收拾得了 收拾到什么程度 所有的高层的心理啊 也都是未知数 因为这个薄家的势力啊 太强大了啊 最好的程度呢 就是至少别让薄熙来 接了班 是吧 别让他再往上边走了 是吧 至于像今天呢 能把薄熙来 送入秦城的结果呢 我估计谁都没有料到啊 这个打薄熙来呢 就必打王立军 打王立军呢 就要从他以前的手下 拿出证据来啊 2011年的5月 中纪委呢 就抓了当时的 铁灵石公安局局长 顾凤杰 抓他干嘛啊 抓他咬人呗 抓事呗 抓了事 坐实了以后呢 就拿到王立军的面前去了啊 找王立军秘密的谈判 中纪委 要么 我们就把你拿了 要么你就给我们坐卧底 你挑吧 这王立军是个明白人的啊 没办法 王立军呢 就交出了很多 博书记的机密讲话和录音啊 并且呢 还在谷开来杀死这个海伍德以后呢 去现场提取了血样等相关证据 以备不时之需 其实呢 我认为啊 这个谷开来啊 是非常喜欢王立军的啊 前面不是也说了吗 对他非常的爱慕和信任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上很多人都说了 都把这个 王立军呢 叫师父啊 把谷开来叫什么呢 师娘 一听就懂了啊 什么叫谍中谍 记中记啊 那薄熙来书记 这在中国呢 是对一脚到处颤子人 是吧 那消息都太灵通了 哪里没有自己的耳目啊 中纪委里边 都有人家的卧底啊 后来这卧底就发现 这个王立军叛变 马上就告诉了薄书记啊 这个薄熙来呢 连夜就把王立军的这个 公安局局长职务就给解除了啊 然后他就当这个排名第七的副市长 我在这里呢 也顺便说一下啊 这个连夜解除王立军公安局长这个事呢 按大陆的法律规定啊 公安局长 法院院长 检察院检察长 还有什么省人横行党等等啊 有几个特殊的部门一把手啊 不是省委书记能随便任免的 叫双层管理啊 就是必须报请上级的对口部门啊 才能通过 那薄熙来连夜撤销 王立军的公安局局长职务这个事呢 要么呢就是违法操作的 要么就是得到了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的批准啊 才能实施 据重庆市局办公室 一个民警话名叫李娜的回忆啊 2月4日这一天呢 王立军还未搬离市局 这个博古开来呢 就去访问他去了啊 两人在王的办公室啊 觅谈了很久 当天中午呢 古开来和这个王立军呢 二人还在这个市局的 14楼的政务接待餐厅用餐 在外边呢 小副员还听到了 好像是古开来的哭声 2月6日呢 下午5点 王回到住所以后呢 这个监视人员就报告 可能是一切正常啊 所以将那个六个监视小组 撤回了三个 留下三个小组 分别在布置在楼前楼后啊 还有另一组是机动的 每组呢 可能三名人员负责监督他啊 这个王立军是个聪明人 公安出身 特别有经验啊 判断这个警戒放松以后呢 就化妆成老妇模样 启动好了一辆备好的这个汽车 从容的使出啊 后来上了高速以后 据说又换上了这个公安牌照 急使而去 他于当日呢 就私自进入了美国 驻成都领事馆 在美领馆内呢 王立军称啊 因犯案得罪了高官啊 受到了安全威胁啊 请求美方的提供政治庇护 后经重庆市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劝导啊 随后呢 王立军于2月7日离开了美领馆 并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博古开来 涉嫌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问题 这个最后呢 王立军由公安部的副部长 邱部长啊 陪同返回了北京 这个王立军呢 他是个那么聪明的人 他为什么要选择去美国领事馆 而不是去北京举报呢 或者是 为什么不沿着国境线出逃国外呢 据后边的知情人说啊 所有的这些王立军全部都想过了啊 千万别小看王立军这个人啊 他可是个优秀的爱学习的人才啊 据说美国的神探李昌宇博士啊 每次到中国讲课 王立军没有缺席过一次啊 而且他还发表过很多的论文啊 虽然呢 有些论文都类似于这个 清华日军731那种啊 但是呢 也说明他是个知识性很强的领导啊 没有背景 确实是靠自己的能耐打拼上来的啊 要不是卷入了一场皇位的争夺竞争啊 估计啊 还玩得好好的呢 他这么聪明的人呢 肯定是请教了上面中纪委的领导 估计是上面的人呢 给他指的这条名路啊 跑到美国领事馆 才让他保住了自己这条命啊 如果他要是跑到北京 或者跑到边界 估计死路一条 2012年的3月15日 即两会的结束后的一天啊 中共中央对外宣布 薄熙来同志不再担任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一职啊 并即刻进入了软禁状态 此后约一年半的时间内呢 完全消失于公众事业范围 2013年的9月22日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被告人薄熙来 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没收全部财产 至此呢 李庄律师这个案子 有很多戏剧的地方啊 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呢 李庄让龚刚某指控 公安刑讯逼供 可以保命 后来呢 王立军让龚刚某呢 继续指控李庄伪造证据 就可以 也可以保命 后来呢 龚刚某还真是保住了性命啊 第二呢 要不是薄熙来先生倒台呢 李庄啊 是死是活 这太难说了啊 而薄熙来能倒台 就像今天我所说的 某昌卫能倒台呀 基本上那是不可能 万众不会有益啊 第三呢 李庄呢 是从重庆沿着城域高速 跑到了成都 从成都坐飞机逃走的啊 两年后呢 王立军也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 从重庆跑到了成都啊 再从成都被押回到北京 第四呢 据说文强在被执行死刑前呢 就劝告王立军 说你得啊 早晚跟我一样 也有我一样的下场 剧本呢 果然是这样啊 王立军就差没死了 如果要死了 就所有都一样了 就我听说呢 王立军真的活着出来的可能性 非常的小啊 第五呢 李庄的藏头师啊 戏弄了薄熙来和王立军等一匹人马啊 最后呢 我们就来讲一个小段子啊 这个姐夫系小姨 这事不稀奇 说白了呢 就是很多姐夫跟小姨子都有一腿啊 这事呢 在国内啊 非常的常见啊 再说我们家的刀啊 都是双利人的 就那么五把啊 经常做菜的时候呢 哪把刀在哪儿我都清楚啊 某天呢 我就去未婚妻家给做饭啊 未婚妻就说了啊 他们有事 几个人先出去了啊 先走了 这时候呢 又有个当空姐的小姨子 哎呦 从后来一把就把我给包住了啊 非要我那个啊 那啥那啥的啊 那那行啊 你想啊 兔哥这个人是个正直的人啊 是个善良的人啊 是个脱脊的低脊趣味的人啊 义正言辞的说 美美 请不要这样啊 虽然男人都好色 但是呢 你姐夫是个例外呀 你姐夫既然要娶你姐了啊 就今生今世 即便是天女下凡 也不会再碰别人一下的 哎 话音刚落 掌声响起啊 我媳妇跟她小舅子 跟我老丈母娘 鱼罐子就走出来了啊 高声的赞道 哎呀 兔哥啊 我没有看错你啊 你真是个好样的呀 哎呀 我就说你跟一般的臭男人不一样吗 啊 我也高兴了 哎呀 过去 过去 我本来就是个好人嘛 再说了 那厨房里有几把刀 我还不知道 我一看少了一把 我就知道要出事啊 好的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中国脱口秀 我们下期再会 稍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